台湾疫情爆发后 民进党当局抗疫不力 岛内疫苗短缺 目前洪秀柱 郁木铭 肖敬腾 王耀庆等多位 台湾知名的人士 一人已陆续宣布在大陆接种疫苗 今天下午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时事评论员邱毅 在厦门完成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他表示感觉良好 目前为止无异常反应或任何不适 邱教授 我跟您说 今天打的是北京科兴的疫苗 核对完信息后 不到一分钟 邱毅就施打好疫苗 还有第二剂嘛 对不对 对 是的 我跟您具体说一下 现场医护人员把预防接种凭证给他 并详细和他介绍接种后的注意事项 嘱咐他在三至八周内 再接种第二剂疫苗 很好 非常好 一切正常 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大陆的疫苗本来就最适合中国人打 他对中国人的体质的适应性最高 选择厦门当然是 厦门是我老家 所以虽然厦门的防疫管理特别的周远 特别的严谨 邱毅表示 自己是6月21号搭乘飞机抵达厦门 随后在厦门酒店进行了三周隔离 期间总共做了12次核酸检测 二次血腥抗体检测 邱毅希望通过亲身经历来破除民进党当局抹黑大陆防疫的谣言 他表示 目前台湾防疫最大的三个缺点是没有做普筛 隔离措施松散以及疫苗短缺 台湾在隔离期间是没有做核酸检测的 那更不要谈说有所谓的血腥抗体检测了 台湾不是专任带量体温 台湾是每一天会有一位卫生单位 卫生管理单位的人员拨电话给你 问你今天体温如何 但如果有人说谎呢 那这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正对上海复兴医药将向台湾供应1000万剂疫苗 邱毅认为 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所谓大陆阻挠采购的谣言 以不攻自破 民进党当局不应再以疫谋毒 以疫谋财 应该拿出同理心 让台湾都能享受到大陆疫苗 得到自身保障的权利 那现在证明了 卡关的不是大陆嘛 卡关的是你蔡英文的卫生管理部门嘛 就把台湾用了大陆疫苗 大家觉得大陆血中送炭 我认为就是要有 明报物语之心嘛 你不要把台湾人民当猪狗 当草剑嘛 台湾人民每一条命 作为领导人的 蔡英文都应该珍惜啊 据了解截至6月30号 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已达9.9万人 接种剂次约17.4万剂 厦门在5月26号首次针对在下台胞开设专创 为台胞接种疫苗提供便捷通道 截至7月8号 在下台胞累计接种5993人 接种10321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